70%的曼谷新冠病例是德尔塔菌株 珠拉隆公大学测感染人数将进一步激增 最新的数据表明 70%的曼谷新冠病例是德尔塔菌株 珠拉隆公大学临床病毒学卓越研究中心 预测感染人数将进一步激增 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 德尔塔变体是曼谷70%的人感染新冠的元凶 中心的研究结果由中心主任Youtuber One 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公布 他说新冠病毒的第一次爆发是去年年初的WH毒株 这种毒株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 该菌株在去年年底第二次爆发时再次爆发 在龙仔挫斧的一个中央海鲜市场 发现了一个传染源 该传染源的病毒被认为来自缅甸 杨博士说 目前的泰国新冠疫情第三次爆发主要是阿尔法英国变种 它的传播速度是WH病毒株的1.7倍 第三次感染爆发期间的第一个集群 集中在通罗的高档娱乐区 阿尔法变种被认为是从柬埔寨传播的 随着当前疫情的持续 德尔塔印度变种正在稳步取得主导权 它的传播能力是阿尔法均株的1.4倍 该中心对曼谷的700多起新冠病例进行了研究 证实了其快速传播能力 该研究还表明70%的受试者感染了德尔塔变体 并且不能够判断受感染者是在哪里感染了病毒 该研究预测 曼谷的德尔塔变体毒株病例将激增 医学科学部DOMS总盖使苏帕凯表示 德尔塔变异型感染成上升趋势 根据该部门之前前发布的最新数据 阿尔法仍然是主要变体占感染的80% 其次是德尔塔均株16.5%和贝塔南非变体3.2% 下一次更新定余周日 与此同时 周六报告了41例新冠死亡核6 230例新病例 使自疫情开始以来的累计死亡人数达到2 182人核总共277151例 在新感染者中5936人来自社区 294来自监狱 自4月1日第三波疫情开始以来 已有248 288名患者 其中19073人已康复 自去年初疫情以来 已有277151例病例 其中217 499例已康复 第三波死亡人数已达到2088人 自去年初疫情开始以来 每2182人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有3159名患者出院 新冠疫情管理中心CCSA在的简报会上说 新增41名死亡病例 其中21人为男性 年龄在30至88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66岁 所有人都是泰国人 死者中有30人患有高血压 23人患有糖尿病 14人从家人那里感染了病毒 新增死亡人数中有29人发生在曼谷 其余报告发生在周边省份 三、南部、二、其他省份、六和监狱中的一人 过去24小时内新增的6230例病例 包括有226例本地感染和4例输入病例 在当地感染中 医院确诊4412例 大规模检测确诊1、520例 监狱确诊294例 曼谷再次记录了最多新增新病例 为1971例 其次是北兰府479例 巴吞他尼府448例 春吴里府294例 沙木沙空府277例 暖吴里府257例 北大年197例 宋卡府172例 佛童府169例